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韩米 先生怎么不吃啊 先生 您是不是心疼早餐前呢 没有 那您赶紧吃啊 您不吃 朱秘书他也不吃 对不起 韩明娜 你带来这些材料 非常好 很重要 孙先生心里装的 都是推翻地质的事情 这是因为 孙先生是职业革命家 只喜欢革命 不喜欢吃饭 不会吧 谁说的 我说的 错了 我们有四万万同胞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所以我们才不得不革命 对吧 先生 先生 刚才韩明说 您喜欢下象棋 您还喜欢什么 读书 先生喜欢读书 你不知道啊 我跟你说一件事吧 二次革命失败以后 先生又来到日本 随身携带六个大皮箱 被日本海关扣押了 上报外务省 你猜他们怎么说 他们硬说这六支皮箱里 装的全都是钱 不可能 都是书吧 后来日本外务省 请来孙先生的日本朋友 投删满河茶 最后的结果 箱子里当然都是书了 是吧 先生 这个书是通向知识的阶梯 也是寻找真理的钥匙 就像吃饭喝水一样 是人们生活的必须 你先到 好好好 查理 你先啊 你先 你猜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谁啊 你猜 我猜不出来 你看 这是你 庆里 这是我的女儿 孙叔叔 你好 你看看 几年不见已经不是孩子了 在你我的眼里 他们永远都是孩子 不不不 清林在美国威士利安女子学院 写的那篇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的论文 我读过了 非常好 对我启发很大 我当时就说过 她已经不是一个孩子了 而是因为有着先进的革命思想 和觉悟的同志 孙叔叔 你过誉了 孙叔叔 我真没想到 您也看过我写的那篇文章啊 我还知道 你父亲给你寄取五色旗以后 你当场就把挂在墙上的龙旗 给扯了下来 换上了五色旗 是吗 对啊 你还记得 我还知道 当你得知中华民国成立以后 中国女人不再裹小脚 男人不再留辫子 于是你就高兴地在学院的广场上 又唱又跳 甚至于还 中国女人不再裹小脚 跑到台子上 跑到台上去唱歌 真可爱 你的文章中有这么两句话 为了争取他们 许多高尚英勇之事 献出了他们的生命 你们看 说得好 清凌啊 说得好 虽说没有参加过革命 但是她对革命的理解 甚至比有些亲身参加革命的同志 还要明白 还要深刻 一向 我这儿就把清凌交给你了 孙叔叔 那我就接替我父亲的工作 做您的英文秘书吧 好啊 查理 你养育了两个 极其优秀的女儿 谢谢 谢谢 清凌啊 我这儿还有很多工作 等着你来帮忙啊 好啊 你们用过早餐之后 我自然会向她移交的 我已经用过了 哦 你们用过了 孙叔叔 那现在就移交吧 你看看 你看看 好啊 走 我这儿的文件和文稿啊 好啊 就是 好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否则春天就要过去了 好的 我写完这段就出去散步 清理 你给我拿那本书 那个 秦琳 清理 你怎么知道我想要这本书 我看先生最近在写建国方略 已经写到组织法了 我猜想 先生正好需要这本书 你怎么办 清理啊 自你来到我身边以后 我的生活工作等方面 都和以前不一样 我有时候在想 要是这个屋子里 再也听不到你打字的声音 见不到你的身影 你和你姐姐一样也走了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先生 我不走 我是不会离开您的 在我身边工作就是这点不好 我经常只顾革命 而忘记了别人的感情 甚至耽误了别人的青春 是 男儿子 谢谢 是 是 rich 都让我耽误了 先生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我不走 我是不会离开您的 先生 杨渡终于忍耐不住了 写了近两万字的军线救国论 先生 复辟的叙叙吹响了 袁世凯当皇帝的日子还远吗 杨渡啊 这是在给袁世凯当皇帝 吹喇叭抬轿的噪声室 我们刚刚推翻了一个 旧封建专制的皇帝 现在又跳出来一个新的皇帝 有皇帝就会有奴隶啊 我们中国人 什么时候 才能结束做奴隶的日子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只有一次次革命 把满族的皇帝和汉人的皇帝 统统打倒 我们一定会把所有的皇帝 都打倒的 所有逆时代而动的人 都只会是自取灭亡 说得好 所有逆时代而动的人 都会自取灭亡 清理 你这句话深得民心哪 可是先生 我不明白的是 西洋各国自身 已经实行了共和 现在袁世凯 却走向独裁 那么西洋各国 为什么还要支持袁世凯呢 他们不是一直在说 要帮助中国 走向民主 自由和共和吗 是啊 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 就公开表示 他支持袁世凯当皇帝 还有英国的驻华公使 朱尔典也支持袁世凯当皇帝 甚至于日本首相大伟重信 也直言不讳地说 中国太落后了 只能实行君主立宪 不能实现民主共和 先生 他们这是说一套做一套 实际上 他们对中国不怀好意 所以说 我们中国的革命 中国的共和 只能靠我们自己去争取 去奋斗 谁啊 原先 我也曾相信过 他们的富强民主文明 可石剑告诉我 他们的富强 那是靠掠夺别的国家的财富 为基础的 他们的民主 只是对他们有利而言 他们的自由 是对跟他们实力平等的国家而言 金灵啊 你刚才那句话说得很对 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我们得靠自己 靠自己去努力奋斗 实现自己的理想 我愿跟随先生 为中国的振兴 而奋斗终身 好 为中国的振兴 而奋斗终身 父亲 来了 看看父亲写得怎么样啊 矿代异财 在父亲眼里 谁可堪称矿代异财呀 杨渡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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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好 父亲 帮我放在这儿 你父亲这字写得怎么样啊 重 父亲 您是不是看了他写的这篇 军献救国论了 他这篇 开宗明义写得好啊 你把这个 前面这几句 给我再念一遍 如不费共和 立君主 则强国无望 立宪无望 写得好吧 这下面几句啊 写得就更好了 总统一死 诸将争取继任 终必兵戎相见 角逐于中原 此连比抗各不相下 海内顶沸 不可终日 由野心之外国 乃成此时纵横于各派之间 挑拨拥戴 倚注其乱 儿子 你看 他最后一段啊 写得是最好的 来 把这一段再给我念一下 实行君主必须真立宪 万物在岛 清莫甲立宪之覆辙 写得好吧 好 世家中国有哪个秀才 能吃透你父亲的心思啊 没有 哪个政治家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 没有 因此我要给他一块 矿带异才的金鞭 让他自觉地知道下面的文章该怎么做 让他自觉地做下面的文章 对 好 可定啊 这个杨渡有超人的慧眼和物意 他应该明白下面的文章该怎么做 是 你 你看这 你 你看这 你 你看这 有什么事吗 恭喜恭喜啊 快点 哎呀 柯定兄 你能来 我真是高兴啊 何喜之友啊 在那儿呢 请礼物 你看看 你看背着这儿 这边啊 真气 真是 你看 这 这 你看看 这 原大总统居然许我杨渡 为矿代异彩 担当不起犹如厚爱啊 这四个字 是父亲亲自守书 父亲说 一定要转告西子 当今世界 唯有西子你 能担当得起 矿代异彩 好 杨渡今日 方玉明主 来人哪 把这块原大总统 亲自的匾额抬进去 高堂悬挂 摄坛祭拜 大总统在上 请受阳渡一拜 旷代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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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之有愧 不对 不对 受之无愧啊 你是我的矿代异彩 走走走 谢大总统 看大总统面色红润 精深饱满 看来近些日子身体一定十分安康啊 嗯 西子 你知道的 我们原家祖上的人哪 没有一个活过六十岁的 今年我已经五十七岁了 祖上是祖上 大总统是大总统 命和命不一样啊 再说现在中外都在千呼万唤就等着大总统 等级成帝呢 对此我毫无奢望啊 你说连最先进的共和体制的美国 也认为中国必须改行帝制 你看 这保质上 外国人对我当皇帝一事 似乎比国人还要上心哪 这就叫大势所趋 实不相瞒 大总统 在未经您许可的情况下 杨都斗胆私底下串联了几个同乡好友 都是支持帝制的 我们打算成立一个组织 在京城登高一呼 大江南北各行各业 定会群起而应之 都有哪些人来参加啊 上次我跟大总统提到的 胡英 孙玉云 李谢和 刘诗培 还有一个严父 他也不反对拥戴大总统改成皇帝 再加上我一共六人 我们要成立筹安会 明确肇事中外 中国人最习惯的国体 还是帝制 离了皇帝 活不了 我封你们六人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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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总统要封我们六人 封你们六个人 为筹安会六君子 种不种啊 谢主隆恩 来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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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坐 快坐 糟了 糟了 不早 不早 大总统对此还有何胜欲啊 喜泽 糟了 糟了 虽说孙玉昀 胡英 还有李谢和 刘诗培 都是紧跟孙仲善 坚决主张民主共和的 但是他们四位的名气 似乎是小了些啊 你能不能让梁启超 张太炎 这些知名人士 也参加你们的筹安会呢 是 张疯子 大总统是知道的 梁启超首属两端 最近还时有变化 有难度啊 为什么 当初 他和康有为 是保皇党 我当了大总统 不仅没有制裁他 还请他在我的内阁里 当上了司法总长 制笔局总裁 他梁启超懂什么制笔 父亲不过是给他一个 捞钱的差事罢了 再说 他退出内阁之后 还亲自跑到小唐山温泉 来找我探听消息 然后才会天津当御工的 可我还听说 他临行之前 和我的同乡蔡厄将军 有一次秘密的会面 知道谈话的内容吗 一无所知 这才是我最担心的 大总统 不必过于忧虑 我还是了解我这位同乡的 虽说他当年是梁启超最得意的门生 后来在政治上也有往来 不过最近 这位老兄后院起了火 和夫人的感情出现了裂痕 整天泡在窑子里 乐不思蜀 这是真的 千真万确 而且我还听说 菜厄的母亲跟他大吵了一架 气得老人家 带着儿媳妇和孙子 回湖南老家去了 是这样啊 父亲 会不会有什么变数啊 好 喜子啊 能不能亲自跑一趟 明察暗访 责物旁贷 爷子来了 想我了 请 这位爷爷 我看你是头一次逛堂子吧 来来来 喜欢什么样的姑娘 我给你介绍介绍 这位能歌善舞 你瞧瞧这位 这小脸蛋啊 还有还有 还有 瞧这位怎么样啊 好 那您 那那那那您想 那您想 哎呦您这是 您这是 这点 还要这样做生意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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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她吧 爷 爷 你看看我呀 我也挺好的 这 您看是我们小凤仙了 又她可是我们青龙最红的姑娘了 小凤仙快照顾客人啊 好 茶水来了 对了 哎呀好好 看什么看什么 别客 是不是 房间在哪儿 那边 先生那边请 来来来 是不是 小爷 站站站站 先生 这边请 这些钱是你的 我做什么你不用管 如果别人问起来 你就说 一切如常 你不愿意 看来您不是真正来逛堂子的人 那您究竟是谁 您要做戏给谁看 你说什么 您刚一进门就开始观察房间 是看房间里是不是有其他人 然后您又看窗外 看是不是有人跟踪您 您叫了姑娘 却只给钱什么也不做 所以 我不能不做此猜测 你是什么人 我叫小凤仙 是一个青楼女子 你不是一个普通的青楼女子 那您更不是一个普通人 要是一个竞争 我们先在这儿 太多活了 那儿 那儿 我们把这儿子的 你们肯定了 你们调过来 我当然没有事 不信美人终薄命 古来侠女出封尘 封仙女史灿正 先生 上款蒙蜀籍贱名 下款叙蜀尊号 彼此混迹都门 虽贵贱悬殊 但究非朝廷侵犯 您何必隐姓埋名 向那鬼欲的行进 大丈夫行事累累落落 若已我有歹心 天日在上 生家诸籍 苏坡 您就是蔡厄将军 你知道我是谁 蔡松坡的大名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请喝茶 你还知道什么 原大总统要称帝 他最忌惮的人就是您 蔡厄将军 蔡厄将军 其实您流连于青楼 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对吗 想不到随手一指 竟遇到一个奇女子 倘若不弃 愿为君解忧 只是修士奴为 青楼贱物 凤仙姑娘 可否跟我演一出戏 演一出戏 蔡厄将军在此吗 杨渡兄 果真在此啊 宋破兄 别动 别动 让我好好看看 稍许轻寿 精神悠哉啊 杨渡兄 我来介绍 凤仙姑娘 凤仙姑娘 这可是我的同乡 大名鼎鼎的 杨渡先生 我早有耳闻 杨先生 您是第一次来 云集班吗 说实话 还真不是第一次 可是我没有 蔡先生的运气这么好 碰到像凤仙姑娘 这样一位奇女子 不敢当您这位 旷世异才的奇女子之称 真是羞煞我了 不羞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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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不信美人忠薄命 古来侠女出风尘 凤仙姑娘 能得到蔡将军 如此评价的 你是第一人哪 看来 你们还真是 琴瑟和谐的一对 一对 这真是千古难觅 秘之音哪 好一对秘之音哪 好 你来干什么 我来 是想 如果你们二位 有事要谈 我就先回避一下 也好 凤仙姑娘可不能走啊 那既然是知音 有话当讲无妨吧 好 听松坡兄的 咱们三人一起谈 请坐 松坡兄啊 实不相瞒 大总统知道 你来京盘桓多日 不大放心 让我来看看 你是来监视我的吧 就算是吧 不过我此时来找 蔡将军 纯是想让松坡兄 帮我解惑 解惑 对 梁启超写了一篇 亦在所谓国体问题者 公然反对 原大总统称帝 看来以后 我心生困惑 之前所做的一切 是不是都错了 想听松坡兄 指点迷津哪 我现在对这些事 毫无兴趣 冯仙姑娘 你到底使了什么魔法 让我们昔日叱咤风云的蔡大将军 现在不思进取啊 这个你得问蔡将军了 干嘛问我呀 好好好 问蔡将军 那我就问问蔡将军 来京多日没去天津看你的恩师梁启超吗 我已经跟他没关系了 这 这师徒之间的情谊 恩断义绝了 春宵一刻值千金哪 谢谢 杨多兄 好 那我就不打扰了 冯仙姑娘 要不要我帮你找一个 谢了 帮我服侍好蔡大将军 他可是我们的国宝啊 放心 一定 放心 告辞 请 谢谢你 谢谢你 附近 我 你 我 你 你 附近 附近 嗯 啊 什么事啊 说吧 各地反对二十一条的声浪 一波高四一波 大有向北京延伸之势啊 内容呢 骂附近卖国 同时还把签订二十一条的五月七日 定为国耻日 三十一波 殿附近华 两波 会及多几次 这也被判断了 然后我们可以把签订了 惨离 我们还要和签订了 和撤订了 判斓里 昏津还 和签订了 那才是 专业和串联 在皇冠和王位面前 以什么有亲书之分 再就是下手不能软 懂吗 懂了 在你遇到 改朝换代的大事的时候 一定要想想 唐朝的李世民 是怎么诛杀了他的亲兄热地 再就是 当年只有二十几岁的老佛爷 是怎么诛杀了顾命大臣的 请夫妻放心 对你先阻止夫妻称帝的乱当 我是绝不会手软的 大总统 杨渡有要事求见 你们安排一下 在前院 我和他品茶交谈 是 可定 父亲的话 你一定要记住 看看看看 一味儿都过来了 吃吧 大总统 大总统 日前我突然闯进云集班 造访了正在侠迹的 蔡松坡将军 感觉如何啊 真是令人费解啊 一个没有超人姿色的小凤仙 竟然迷住了大将军 一举手一投足 满心满眼就两个字 喜欢 看来真是情人眼里除稀释啊 坐 我可不这么看哪 说不定情人心中 有盘算哟 大总统的意思是 我早就跟你说过 蔡松坡是个十分危险的将军 我跟你说过吧 希泽 你想想看 我把他调进京城之后 我任命他为陆军编译处副总裁 全国经济局督办 政治会议议员 参政院 参政等等职务 可是他呢 辜负了大总统的一片希望 哎呀 我绝不这么看哪 我问你 我问你 你以这位大同乡 即日有过侠季的爱好吗 没有 为什么在全国上下拥戴我当皇帝的时候 他的恩师梁启超 撰文反对君主立宪的时候 他却突然变成了一个嫖客 闹得京城无人不小呢 大总统请明示 妻子 你是个绝顶聪明的人 还用我点名吗 看看历史上 孙鹏斗智的故事 还不令金人发行 我懂了 另外 梁启超那篇 意在所谓 国体问题者的文章 绝不是空穴来风 肯定是有背景的 戏子 我这儿有一封 梁启超给他朋友的信 有意思的是 这封信竟然落到了我的手上 奇怪吧 我念其中的一段你听听 当此普天同分之时 我若不自树立 恐将有 伤耳用之 假以张艺声音 我为牛后 何以自存 梁润公十足的一副投机的嘴脸吗 西子 你再想想看 他梁启超 从一个铁杆的保皇党 到和他的恩师康有为分裂 从把我当成政治上的死敌 到给我这个大总统写求饶信 这一切的一切只有一个结论 闻人无形啊 闻人无形啊 那Ă 在那里 大家联想说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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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总统扬督得一片忠心 好了好了 西子 咱不说这些了 不说了 西子 你搞的筹安会开张了